青年哥你负责菜 张琪你负责肉 你呢 我负责吃啊 要不我跟青年哥一起负责菜吧 你说这大周末的我不在家 我们家那个疯丫头是有仿妃了 任小雪都是大姑娘啊 你就别老这么说她了 这再大也是个疯丫头 来 来 来 同志们 人生最神圣的一刻 咬刀啦 至于嘛 不是上个火锅吗 对啊 门口就咬啊 青年哥 那不要 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其果 不对 是自力更生 你想想呀 自力动手多刺激啊 一下子就围对了三大精力 玩火 玩刀 聚众胡闹 你呀 但是我们每周都聚众胡闹啊 不是每次都被苏年哥包装成学习了吗 我是被迫的 对呀 时间点任务重 我来分配下任务吧 苏年哥你负责菜 张琦 你负责肉 你呢 我负责吃啊 要不我跟春年哥一起负责菜吧 嗯 要不我跟春年哥一起负责菜吧 你这泡面 好了没 哎呀 再等一会儿 等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 咱不会 就用这个锅吧 这锅怎么了 一点仪式感都没有啊 你爱吃吃 不吃回家去 哎 我家有一个锅 我爸最近刚淘来一个锦泰兰的锅 我就把它搞过来 那我和你一起吧 遇到问题 及时告诉我 嗯 靠谱 请到吧 走 带一趟啊 你怎么回事啊 哎 哎 哎 琴哥 哎哎 琴哥 琴哥 哎 你们干嘛呢 我们在往八个走 能干啥呀 你干啥呀 琴哥 没肉去 今儿搁几个啊 刷我锅 刷啥火锅啊 精力打一局 不了 答应好了 走了 哎 别 琴哥 琴哥 里头有个人老嚣张的 说是董二环 红警无敌 再给兄弟们虐的 在我的地盘 说红警无敌 嗯 嗯 走 虎有瓜二爷 闻九掌花雄 今儿看鸡业 买这儿路上堆红警 走着 饭菜 饭菜 再来一个 这样太明显了 肯定被发钱 那我换个小子 这样 干嘛拿去呀 这个 来 来 起来 快可以 快走 什么事啊 快快快快 可惜啊 我这刚练的西幼 明儿个又得重新晒 又得惹那南门蛋 呛人的味儿了 这够呛能用啊 这老木头最小贵 不能潮又不能动 你还总往家里搬这些老物家 有鬼运 渴了吧 咱闺女都快把你养成古代人了 总有人问我 你们识音这个名啊 是真名吗 古代人多好啊 知书达理 婉婉有遗 钥匙呢 我爸走之前也没告诉我呢 要不你直接砸开灯 那不行 叔叔知道了 不得骂死 那你说怎么办 你有发抢吗 你还有这个手艺呢 我看电视上挺简单的 谁干的 以后要走正道 外面鞋道 也没那手艺 你现在怎么办呀 总不能用张其佳的烤面锅吧 一点仪式感都行 你们家有螺丝刀吗 你要干吗 把他撬开呢 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想想题 师傅 咱们可小心着点啊 别地压了都没事 这些文物可不能有半点闪失 没事 你放心吧 人家是专业人员 你怎么办 宿年这稳重劲啊 太像你了 是啊 绝了 三二一 罗子 你怎么办 你看 我 老子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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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四天哥厉害啊 就差张旗的肉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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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吧 你是赶着这么上来了 是不是刚刚那个泡面锅强多啊 那可不 这张旗怎么还不回来啊 五金羊肉 谢谢大家